他追我的时候天天围着我转 跟他在一起就是因为他对我好 能宠着我 结婚以后他越来越膨胀了 我在家里一点话语权都没有 我在外边拼死拼活地赚钱 就是为了能够让他安安稳稳在家带孩子 可他倒好 天天竟没事找事 他把我当成了家里的保姆 现在做什么事都得看他脸色 自己买个东西还得经他同意 我嫁给他不是为了受气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还行 我希望他能把心静下来 以家庭为中心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郝先生27岁来自河北职员 陈女士30岁来自河北全职妈妈 有请 欢迎两位啊 这个结婚有两年了对吧 是的 孩子 一周半了 自己带 是的 这职业上面写的全职妈妈 很辛苦 是的 是的 这郝先生怎么变坏了 主持人我跟你说 在此之前 他刚追我那会儿 他对我特别好 特别黏我 那个时候就白我宠得跟小公主一样 我说啥是啥 我说想吃烤猪蹄了 他就拉着我去青少岛就去吃 然后我这是想干什么去了 大半夜的带我看电影 而且 现在可好 自从我跟他结了婚 有了孩子之后 门都不让我出了 我现在想出去工作 人家还不让 根本就不是他说那回事 出门从来也不限制他 出去工作我也不管 但是那时候我俩搞得像是他做导游 可是没有家庭的时候 无所谓对不对 你这有了家庭了 孩子也有了 你还老往外跑啥 而且导游一出去 哥你不知道 他一去就最少一个礼拜 你知道吗 那我就变成 我这是单亲家庭了 我孩子谁管 现在孩子都是老人 帮着带父母去上班是吧 然后这个 等等等等 好像也不全是 也有自己带的 就是大多数嘛 因为本身我的性格 他也不适合在家做全职妈妈 因为我也不喜欢 对 我也不喜欢 那我本身我就喜欢导游这个职业呀 我从毕业以后 我就一直在干这行 我知道有家有孩子了是吧 我可以不出去那么长时间 我就出去一两天周边的这样 而且相对来说 我觉得这个职业也比较自由 家里有事的时候 可以不出去 没事的时候可以出去 听懂了 这样也不行 不是这样的 他能换个工作行吗 换个工作可以 就是导游坚决不能干 为啥 因为这个东西我在 最初啊 在我俩认识的时候 他做这个 我其实就不同意 但当时是吧 我也没有权利管人家的工作 结婚了之后 我就认为 这个东西他就不能干了 不是 那你也没权利 管人家的工作呀 我觉得这个东西 得听我的 工作是一个方面啊 就是管你了 然后你说我俩商量 商量不了了 之后人家可好 回我妈家 告我状态了 让我妈看着我 现在这一家的人 都不让我出去 是不让出去做导游工作 还是不让出家门 不让我做导游 就不能做 你问啥 其实这矛盾 升级很长时间了 他就想玩 你上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 我绝对不会拦着你的 对吧 你想工作 可是我不喜欢呢 我也不是那性格的人呢 我也没上过班啊 你让我天天坐办公室 往那一坐 我也待不住啊 那我跟在家看孩子 那居然这有什么区别呀 就这样 你说普通人 你就干个普通的工作 老抬杠 我说干导游这里边 还有个事 就是说接触人好多 而且你看他 是不是条也挺好 是吧 大高个儿啊 大长腿 长得挺漂亮 他出去接触的人 特别杂 什么人都有 我就不希望他这样 因为每天都有人 加他微信打电话 就是你是觉得 导游这份工作 对于你的家庭来说 它是一个高通贷区业 非常影响我家庭和你 你怕他跑了 是这意思吧 那么多人加我微信 我咋没跟人家跑了 我咋嫁给你了呢 大家已经结婚两年多了 这点亲信度都没有 主持人老师 我跟你说一下 他其实是在酒吧里 做助唱的 周末的时候会接商演 那你说 在酒吧这种环境 小姑娘都是年轻漂亮 身材好 多才多艺是吧 这样的环境里 我咋对你那么放心呢 这个好像跟职业没关系 听来听去是 先生不太放心妻子 是吧 对 就是我也不是不太放心 因为导游真的 他出去接触人 确实我不太能接受这个东西 不是 这世界上 除了男人就是女人 出去接触的 不就是都有吗 我就不太能接受这个东西 就是坚决不能接受 先生有一些 这个对导游职业的 这个歧视是吧 也不是歧视 那叫什么呀 我觉得我想稳定一点 就觉得他不稳定嘛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让你觉得婚后不开心的 现在这全家人看着我 不让我出去 我就出不去了 出不去又出不去 又在家看孩子吧 又开始给我出腰哪子了 又让我双二胎 你说这一个我就从头到尾 带到大的 你说我再来一个 那不得累死我 想要二胎啊 你说一个孩子 那以后也没有伴啊 而且再说了 你说有个闺女 你说我想要个儿子 我就想要个儿子 这我也不怕说 对不对 以后你闺女嫁出去了 最后 不是那万一还是个闺女呢 那就认了吧 她就是重男轻女 她就想要个孩子 把我彻底拴住了 然后她自己交洒去了 那现在不带孩子吗 她不带孩子 孩子就是我一个人来带 不是你时间呢 我就为了让她能安心 在家带孩子 我就工作呗 努力挣钱呗 哦 是这样吗 还说钱呢 钱都自己留小金库了 她每天白天 有一个正式的工作 她会有张公司卡 是交给我了 这所谓的是给我钱了 只是够我基本的生活 然后自己天天不招家 我也见不着人 自己挣的外快 都自己留着呢 我在想买什么东西 都得朝人家要钱 为啥不给她钱 买这个化妆品 她就追最新的 就得买好的 然后买衣服也是 就买贵的 这个哪好买哪个 还有她乱花钱你知道吗 她前两天也是 给孩子买两双鞋 要一千块钱买两双鞋 我孩子一周半 我说你是干啥呀 就非得穿这么好的鞋 那小孩正是长脚的时候 是吧 长得快你也知道 那穿好鞋 那不能长身体吗 那人家是不买 这好鞋的人 就不长身体了吗 你小时候有那么好鞋 你长这么大个 对呀 我就小时候穿好鞋 长大的 所有都长这么高 你没穿 你都没长起来 你这就抬杠 我问一句啊 要是这个鞋 留下来给二宝穿 还贵吗 这鞋片那也不要啊 你问你呢 那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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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挺会过的啊 就是这样 他这个 你说买化妆品 我以前自己挣钱的时候 我穿的用的都是好的 咋嫁给你之后 这这生活质量都下降了呢 再说了 哪个女的岁数大了 不都得需要保俩吗 让我蹭我闺女的 预美镜才 不让我买 那能跟孩子一样吗 孩子本身就那么大脸 她不用护肤 我多大岁数了 预美镜多好啊 不伤皮肤你知道吗 这荒品越好 对皮肤越不好 我用大宝呢 多好 你这一下 给我们在这带了俩货啊 他现在就是这样 看自己挣点钱 我不挣钱 我天天趁手他要 他就特别能耐 只顾着自己潇洒去 然后我想干点什么 都特别费劲 能理解啊 他给我做了个视频 就买台我说我这样 我们看看吧 没话说 这是我老公刚跟我一起时 精神小伙的样子 由于他只顾自己潇洒 潇洒 最终他变成一个两百多斤的胖子 大家都看见了吧 我这是压力性培放 你知道吗 你哪有压力 你就自己吃喝玩乐 家家不着 钱钱我看不着 我天天还看你脸色 我能受着气吗 两回事 没话说了 真的没话说 完全就没法说 你是觉得很委屈是吧 我每天 我觉得让他在家带着孩子 在家里边守着多幸福 你说我天天 我在保险公司工作 做销售 你天天见的客户 那都是爷 我就跟孙子一样 然后晚上我去酒吧 做助唱也是 那客人我也要应付 我这么听起来 基本你不着家是吧 就是你除了回家睡个觉之外 也就没啥了 是这意思吧 对 回家睡觉这事 更来气 晚上十二点到家 人家都睡觉了 我看孩子一天 我也得睡觉吧 非得给我撇起来 让我给他做饭吃 人家饿了 我一天就 磕着吃这一顿正经饭 我都想感受一下 家就这一点温暖了 对不对 我都在一直在奋斗 你啥都想要 我还想要家的温暖呢 然后我不给人做人可好 自己点外卖呀 小啤酒一喝 小串一撸 特别潇洒 那您的日常生活是什么呀 我平时就是自己带孩子 我原来的时候 我带着闺女愿意出去遛到遛的 你挺好 然后跟闺蜜去逛逛街什么的 这不行 只要我一出钱回来准吵架 为啥呀 因为人家说 我们俩俩都只有瞎花钱去 人家挺不容易的 好像就是多难为他了 他就在家待不住 我就想 你就是在家能不能稳当一点 不是 你在家待过一天娃吗 应该没有 你待一天 你试试看看 在家是不是稳不住 你试试 我也知道 带孩子肯定也辛苦 但是 带孩子出去玩玩有什么呀 不挺好吗 孩子太小 就特别小的时候 他就带着去逛街去 就完全不在家待着那种 那就逛街呗 那你说你不让我出去 你还不让我逛街 那我还有自己的生活吗 那我嫁给你 就给你当老妈子来了 我就觉得孩子太小 抵抗力也不太好 你就 而且他跟着他那帮姐妹 也不太喜欢 为啥 就是全不着家 我觉得现在你挺幸福的 幸福什么呀 你看我闺蜜 人家也是在家做全职妈妈 但是人家老公在外头 挣完钱回来 人家给请了一个保姆 然后人家有人帮他带孩子 他在偶尔的时候 出去逛逛街 也是可以的 有一次我闺蜜 看上身医生 想要给参谋参谋 我说那不行 我老公不让我出去 回来都打架呀 他说那这样吧 那我带着孩子和保姆 上我们家了 上我们家正好 两个孩子还有伴 我一行也行啊 人家是专业的是吧 然后还有俩孩子还有伴 我就琢磨着 那都看会儿 我俩都赶紧去赶紧回来 这可好 那天也不知道 他咋回来那么早 就被他撞见了 这回来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一顿给我说呀 还当着我闺蜜的票 我连他的朋友都说了 你说以后 人家还能跟我玩吗 那你说 我还得蹭人家的保姆 那你有条件 你让我在家 做全职妈妈 你也让我做一个 你这还不如 带着孩子去呢 你知道吗 我一开门吓我一跳 我这谁家呀 我这看我闺脸在那 我一问我 我说阿姨 你干嘛呢 是吧 他说那个 你媳妇跟着 我们去逛街去了 这俩孩子我看一会儿 当时我这伙子 不等于出来 我说这把我孩子 带跑了怎么办呢 人家家的保姆 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你说带跑都带跑 你能看孩子 要保姆干啥呀 来吧 咱们梳理梳理这些问题啊 二胎要还是不要啊 不要 为啥不要啊 你大爷 那以后你在家 看孩子就行 你看孩子 我挣钱养活你们 你儿仨 养活你们爷儿仨都行 这就抬杠 你现在一拉就这样 不是抬杠 咱们解决问题嘛 这种生活 我再也不想过了 你男主外 女主内 你干啥 你妻子给出了一个方向嘛 要二胎可以 我生完孩子之后 你带娃 我去工作 养你们三个人 这方案行不行 不是不行 行 可以 但是它不现实 它就是一说的事 不不不 咱们把它当个条件 摆在这儿嘛 第一个问题 咱们假设解决啊 就是从现在开始 先生先把第一个娃 带明白了 对吧 然后妻子出去工作 我也不会带 你先养他们俩啊 我不会啊 我不会带 那你学呗 对啊 谁在家不是小公主 我嫁给你之前 我会什么呀 行行行 第一个问题 咱们放在这儿了啊 想要二娃 你来带 第二个问题 关于能不能出门的问题 出门没限制 它也没少出去 没限制啊 没限制 能继续从事 他所喜爱的工作吗 这干不了 好 你自己有什么 特别喜欢的事吗 我对这个唱歌爱好 还是比较喜欢的 那你以后 不让你唱歌了行吗 那得挣钱啊 人家做导游也得挣钱啊 我能回家呀 他一出去 他就肯定就晚上 他不能在家过夜了就 不放心 还是舍不得 都有 都有 既不放心也舍不得 咱为这个家做点牺牲 咱不干这行不行 其实我一直在做牺牲 可是它真的太过分了 对我也不好啊 你要是说我在家 你腾出点时间来 是吧 知道我喜欢玩 你带着我出去出去 也行 现在不行 稍微有点困了 又出腰哪子 又要自己出唱片去 又要自己出专辑的 自己拿自己小金库 想干啥都干啥 我就干点啥都不对 我为了努力改变生活 他想我挣钱少 对吧 因为我现在也是因为钱少 我时间才少 对不对 那我如果有钱的话 我时间肯定也有了 那你就更少了 因为他们时间都很少 你有时间吗 对 我又穷 时间又少 比他富裕点吧 你接着说 对啊 我就想现在我在努力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 在我家那边 他自己出了一张唱片 就大概十五六万这样 那我觉得我也推一下呗 那万一 我的出场费不也就涨了吗 这样我们就 是吧 结婚几年啊 两年多 也就是说你一年攒了 八万块钱的私房钱 两年攒了十六万吧 这不就要出个单曲是吧 出个唱片是吧 就是不够 我手里没那么多钱 肯定有了 要不然怎么要出呢 不是 你出一次两个人合作 我们也想两个人合作 那你攒了不少私房钱 反正他手里有多少钱 我不知道 这夫妻之间不应该财务透明吗 他乱花呀 你说你在家好 那孩子现在生活多好 我自己一人奋斗去 咱们慢慢赶上家庭生活 不就行了吗 对他来说 那个可能不叫幸福 那叫束缚 是的 其实也快熬出来了吗 再有个一年半 女儿不就上幼儿园了吗 对 我是觉得孩子大点了 我不就能出去吗 可是我现在真的越来越受不了 他管得越来越多 他除了管你之外 他对你的态度好吗 不好啊 我就在家干活行 别出去也别俩花钱的事儿 只要是喇 那就肯定气不大一处来 各种跟我找茬吵架 所以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要再这样下去 我跟他过不了 因为我不让他去打老游 我就要离婚 我就已经引上你两年多了 如果说当初知道 你是这种性格 这种想法的话 我就不会跟你结婚 现在已经结婚有孩子了 你就拿孩子 你就要挟我 你是觉得自己 现在失去了自由是吧 对 我觉得我自己挣钱 我也能养活我女儿 我不一定非得跟他在一起 听懂了吗 我懂 我说你现在不现实这个问题 那你要去工作了 家里有人带麻吗 有 其实老人都可以帮忙带的 那要一走 走个七八天的三四天 会想麻吗 会 那怎么办呢 我就不去那么远的吧 你觉得太不靠谱了对吧 对 而且也没必要对吧 对 我想象的生活 就是现在这样特别好 然后他就过不了了 我不能总装你的压制啊 他现在就过不了了 你注意刚才你那个用语是 我想象的生活就是这样 你有没有听他想象的生活 是什么样 你想象的生活是什么样 我觉得两个人应该共同奋斗 而且每个人不能说因为婚姻 就没有了自己的生活 没有了自己的自由 我可以妥协 就像我不出去那么长了 我也可以兼顾家庭和工作 不一定我什么都是依附你的呀 真离婚也受不了吧 但是这样过下去我也受不了 就是看看怎么调整是这意思吧 来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秋朴色问卷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赵川让女生开口的时候 这个小好同学 做了这样一个表情 我觉得他那个意思说 又来了 我相信陈女士在家这些话 已经反复地跟她沟通过很多遍了 但是完全没有作用是吧 这样我把她刚才说给你的话 我再重复一下啊 她刚刚是跟赵川说的 我现在是跟你说 你看外面的世界多复杂呀 社会那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 她在酒吧唱歌是吧 那环境多乱呀是吧 你想想那每天接触多少人啊 你能放心吗 你看她这样虽然身材不行 但她扎个小辫 她心里有颗躁动的心啊 你这你能摁住她吗 你得看紧点 我觉得她在家比较放心 别出门了 出门干什么呀 多招事啊是吧 这是她刚刚说给赵川 表达的她对你的担忧 我认为同样的担忧 也可以放在她的身上 为什么她反复说 男主外女主内 那我们这些女的都应该回家 你们干嘛坐在这当嘉宾啊 哎呀我觉得你这话说的特别好 你们干嘛坐在这当嘉宾啊 真是的你们都回家去 带孩子不都有孩子吗 都坐这干嘛呢 咱们一起回家 对都回去 对然后弄得现在阴盛阳摔的对吧 你看就我跟陆琪老师 我们手装也比不上啊 比不上你们厉害 对所以她的这个观点 反复地要说服你 我觉得不但说服不了你 连我都说服不了 你认为你在婚前 对她表达的一切 所做的一切感动了她 你就可以改变她的人生 让她按照你的轨迹行进了 这是不可能的 她已经表达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 你们之间已经 就没有信任 没有基础 甚至有可能走到这个崩溃 她的生活 她的世界不仅仅只有你和孩子 如果只有你和孩子 你也会崩溃的 长此以往下去 我觉得两个人是没有办法共处的 你想到你有梦想 你要攒钱去实现你的梦想 她为什么不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同时她还可以挣钱呢 你只想到你自己 你没有想到她 所以通过这件事 我一定要告诫我的女儿 如果你谈恋爱的时候 这个小伙子哪怕对你再好 可是他想将来你完全听他的 做梦想都别想 不能因为任何人束缚你的身心自由 所以小豪我个人觉得 你在这件事情上做得非常不妥 而且我认为他已经做了很多的让步 他说尽管我很喜欢导游这个工作 可是我可以做一两天的这种导游 周边的 我认为这是没有问题 我们当年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在出差 我们也在克服各种困难 没有人阻止我们 或者说有人阻止我们 我们不允许别人阻止 不会让这样的事情持续地发生 他已经做了一年多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为什么要阻止他 如果你想这么控制他的话 你给他一年时间 你们俩调个个 尝试一下 如果结果是不一样的话 我相信你会尊重他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周琴老师 来 附琴老师 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说特别好 叫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我问你一件事 你觉得他付出 他为家庭付出 和你为家庭付出 谁付出的多 我觉得都付出了 你看 那你承认他付出了是吗 对 我承认 他得到了什么 他没有工作压力啊 这是他想要的吗 你有想过吗 你要明白他的成就感是什么 他从什么地方获得我想要的东西 他的自主权在什么地方 到最后你们要来看一看 就是我为这个家庭的付出 是不是我很乐意 或者我很舒服的在付出 如果你是很舒服的在付出 那你付出的是不够的 我觉得我也不舒服啊 对啊 你现在付出 你都不出唱片了 你都管他500块钱一双鞋 因为我现在过得也不高 也不是多开心 因为白先生过 晚上工作都非常累 我也我不想 那你呀 就掉个个儿 他出去工作 你在家带孩子 你试试吗 对啊 你不是说在家里有兴趣吗 最后 郝先生 我再跟你讲最后一句话 如果你真的要让他当全职太太 一个全职太太 一定是一家之主 一定是财政的掌管者 如果没有这样的权利的话 任何人都不是真正的全职太太 他只是这个家庭里面的 一个保姆而已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珊娜老师 我特别讨厌这样的男人 婚前说什么 你负责貌美如花 我负责赚钱养家 婚后就变成了 你负责洗衣带娃 我负责浪迹天涯 全职太太是干嘛的 你雇一个保姆试试 你一个月多少钱 全职太太是用自己 全年无休 为这个家庭的付出换来的 你以为你往家里面扔两个钱 你就厉害了 真正的 我负责养你 你负责在家做全职太太 这个全职太太在家 她一定是有支配潜权 决定权和知情权的 她连你有多少钱都不知道 你养她 你不应该把所有的钱都给她吗 钱呢 所以我觉得你站在台上说什么 你在家多幸福啊 我在那边工作压力多大呀 那你回家待了 你试试啊 你问过她 孩子一岁半 这两年她吃过一顿整饭吗 所以我就觉得 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 自己从来没有体验过 然后支持别人 说别人的男人 特别不负责任 你想要这份权利 你就要为这份权利 有所付出啊 如果当权利支配一切的话 爱就消失了 所以我希望你警醒的是什么 你要明白 我的妻子 她要的那个自由到底是什么 她不是说要出去疯 要出去玩 她也要和这个社会接轨 她的世界不是家里面 这个小小的天地 这些东西凭什么你都拥有 她没有呢 所以说到底 我觉得一个男人 如果说出我养你这句话 她要明白其中的含义 含义是什么 我尊重你一切的决定 我尊重你一切的支配权 我把所有的权利都给你 这才叫养 如果说给几个钱 就是养的话 那不好意思 你换一个老公 好吧 就说这么多 谢谢刘娜老师 严老师 换位思考 是婚姻相处的长久之道 只考虑自己的感受 叫德不配位 你有感受 对方没有感受吗 你想要实现自己的价值 对方不能吗 你认为她应该做全职太太 她做全职太太就高兴吗 是 有些家庭的分工就是这样 男主外女主内 有些女性就愿意 在孩子小的阶段 我去全力付出 做个全职妈妈 抱歉 你太太不是这样 我们如果不尊重 对方的感受 你在婚姻当中 就是不配当丈夫 不配做这个家的男主人 你始终听老师们说 都在笑 我不知道你在笑什么 你还笑得出来 你以为你的婚姻 是那么的牢靠 你以为这个女人 离开你活不了吗 如果在婚姻中 得不配位 你这个位迟早会 被踢出去 我不是说女人 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一定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我就要实现什么自由 创造自己所有的 社会价值 家庭价值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但至少我们要尊重 要协商 在你们的婚姻中 我看不到男方 有任何尊重女性的地方 女生 妥协是婚姻中的美德 但口无遮拦 伤人伤己 其实你心中也知道 这个男人对家的付出 你也认可 但你话说出来 真的是不好听 什么我离开你 我就不能过了吗 我就是这个带着孩子 可以怎么着 我正前还不一定比你少呢 我一个人养你们仨 其实在婚姻中 你都做到了 你在妥协 你放弃了工作 你全职地照顾孩子 咱也得学会一些 夫妻相处之道 我给你们建议 其实很简单 把你们各自的需求 列出来 咱不掰扯了 男方需要什么 女方需要什么 一人一半 你想要工作 但是确实在这个阶段 孩子还小 我们如果去讲究 科学育儿的话 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 可能你对孩子照顾 确实要比她 贴身的更多一些 我们把所有的 家庭需求都列出来 每个人在这个阶段 该干什么 互相妥协 如果连起码的尊重 先生你都做不到 我认为这位女性 可以独立站出来 你不是做保险吗 我看很多保险从业人员 在家也可以联系业务 助唱 少唱两天怎么了 这间本身就是灵活的 今天我上班 明天你上班 今天我照顾孩子 明天你照顾孩子 我不相信她做不了 列好单子 讲好需求 折中处理 是你们现在唯一的 婚姻能够相处的方式 好吗 希望你们婚姻 能够越来越顺利 谢谢 谢谢岳老师 我可以帮你翻译心里话吗 你试试一年365天 无休地在夜场里唱唱歌 你试试 你试试陪着夜场里面 那些人 一杯一杯地喝酒 陪着笑脸 你试试 他就会认为说 哎呀一个女的 在外面搞导游 你就得跟人陪着笑啊 我心疼你啊 我的女人 我不能让你 跟别人去陪笑啊 心里话吧 试试一下 他心里面一定会这么笑 但是你恰恰忽视了 其实他 我现在给他创造生活 是我想要的 你叫应该嘛 所以人家觉得 不应该这样 这事我相信你们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处理 和平衡的一个结果 只要记住 生活里面 最应该减少的是应该 当你把应该减少到 你人生的极小一部分的时候 你会生活得特别快乐 他是妈妈 他就应该 二十四小时看孩子吗 不应该 我是一个男人 我就真的要 煮外煮到 家都不沾了吗 不应该 琢磨琢磨 其实 我不想让你去工作 我是不想让你那么累 包括就是 刚才老师们说 我都能听明白 我为什么没笑 为什么会笑 因为 他们不懂我的状态 不是说他们 我表现的这种 说我工作上多开心 我晚上去唱歌 我多么爱好 我一切一切的基础 我都是为了家庭的经济 我想让你安心地 在家待着 因为 就是我是想给你 创造这种生活 我也不是说 想要去控制你如何 我觉得工作真的 他的工作太累了 你每天真的 出去做导游 三四点就要去接人 每天面对着 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跟他出去个人 这个事情 不是说 你想象的那样 我想去管你 我只不想让你去那么累 可是我喜欢这个 我爱这个 我照顾孩子也很累 一宿一宿 我也睡不了成宿觉 但我一直在坚持 为什么你都不能 理解一下我呢 尊重一下我的意见 让我做一些 我喜欢的事情 如果心里面 你把那个盖子 盖得那么紧 别的什么东西 都溢不进去的话 那你只能按照 你自己想象的轨迹 来生活 家里面就变成这样 其实大家 只要求你做一点 如果你是真爱她的 请你听听她的需求 如果连一个女性 最基本的工作的要求 和自我选择职业的要求 你都不能满足别人 我觉得 你单身最自由的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 你要不答应人出去工作 你别出来啊 给人一明确的态度 来 请关门 来 看局队夫妻 他们有没有选择了 为对方让步 请开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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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个一句话啊 是你同意爱人 去早游了是吧 想看就看吧 这也差不多 就有一点荒调 不是在乎我 各位请